大家好,歡迎收看下週的直播環節 來到五次第一激 先跟大家跟進十大活躍港股的情況 看到了,鵬第一位的有廣州廣傳國際股份 升超過五成八,報21.75 騰訊控股升三,報123.9 南方A50跌兩先,報9.32 迎負基金無聲跌,報24.22 中移動跌五先,報96.45 工商銀行無聲跌,報5.13 銀魚升超過百分之一,報53.65 堅刊跌三先,報5.75 安社A50中國跌四先,報9.37 中國銀行升一先,報3.72 十大升幅股份 排行第一的有永逸實業股權 升超過1.4倍 第二的有廣州廣傳國際股份 升超過五成八 雅居落地產股權升超過四成三 中安房產升超過兩成二 先傳媒升超過一成六 中國包裝集團升超過一成半 密達斯控股升超過一成四 亨瓦跌百分之九 二十方控股都跌超過百分之七 中國中性資源和順風光碟都跌超過百分之七 順折環球控股和南海石油都跌超過百分之七 亞洲聯網科技跌超過百分之六 中國創新投資和聯合水泥都跌超過百分之六 看港股方面的情況 恆指今早早高開一百三十五 報二萬四千一百三十三點 匯豐期後公佈的十月份 匯豐中國製造業PMI的指數中值去到五十點四 都差過市場預期的拖累大市由升轉跌 上週來說恆指最多跌六十六點 低見二萬三千九百三十一點 半日修捕二萬三千九百七十三點 跌二十四點 而南手當中以內房股最受到追捧 兩大龍頭華映置地一一零九和中海外六八百 分別都升超過百分之二和升超過百分之一 我們都看看半日來說沽空榜的情況 主板成交去到三百四十二點六億元 沽空金額去到二十五點九七億元 彭第一位的有安石A50中國 沽空額去到2.35億元 佔股分成交超過四成一 至於營富基金就是 沽空額去到1.77億元 佔股分成交超過兩成六 中移動 沽空額去到1.61億元 佔股分成交超過兩成半 銀魚 沽空額去到1.26億元 佔股分成交超過兩成一 公行 沽空額去到1.01億元 佔股分成交超過一成六 接著我們就介紹我們的嘉賓 有要財政圈研究部的經理 直耀輝在這裡 Stanley 你好 你好 看看大市方面的情況 都見到上午就跌二十四點 但其實開市的時候 都曾經是高開一百三十五點 都是跟隨著美股上個星期五 創新高去走 只不過回到來 始終都要收到內地的一些經濟數據 或者製造業 PMI 的指數 就是差過市場預期所拖累 見到大市最多都跌過六十六點 似乎 暫時來說 那個勢頭好像仍然有點反覆 事實上你都可以說 因為今天出的數據 再加上星期六 官方的 PMI 的數據 都可以說是差過預期的影響之下 令到大市今天就有些調整 但如果你留意一下 就是內地股票市場方面 事實上 雖然出來的數據似乎都不太理想 但A估今日的時間 都依然保持著一個不錯的聲勢 反映這個數據的影響 都可以說是相對比較短暫的 事實上 你說的數據差 都可以說是市場預期之內 因為在過去這一兩季的時間 我們仍然處於一個結構的調整期 而且 暫時來說 內地方面 有沒有一些比較大的刺激措施 都看不到 所以你可以說 經濟數據的影響 大家都可以說 可能出得來比較差一點 都算是預期之內 但都要看回一個因素 因為看中港兩利兩利市場 其實成交兩方面 都可以說 依然保持著比較長黃 以港股金馬為例 雖然成交兩方面 暫時來說 不足400億 但反觀看A股市場本身 以上證為例 暫時成交金馬 都超過1300億以上 反映到我們那個投資氣氛 都依然是比較長黃 而且就是因為 你見到那些數據不理想 所以市場可能也有另一番 技術炒作 可能在衝擊中 在之後的時間 我們依然會有一些措施 會出台 所以初步看 你說對於廣告方面 我們的看法 我又未至於說太過淡 但只不過 你可以說 因為始終上星期的時間 這個廣告也叫做 女生的升母都真的不太小 所以變相之下 現在回到今個星期 有些調整 甚至乎 你可以說 再大升的空間 暫時來說 就真的不多 所以初步看 如果你是以上升的目標來計算的話 暫時24500附近 我覺得 相對來說 可能會有一個比較大的阻力 至於下面來看 一個比較大的支持位 暫時來說 都是二晚3500附近的位置 所以意味著 如果大市本身 在之後的時間 是可以站穩在二晚3500之上 我相信 勢頭上都不會太差 好 剛剛也提及到 雖然港股已經有一個累積升幅 所以暫時來說 都會有少少反覆 但見到內地指數 就非常之凌厲 上個星期五 好像上證指數一樣 都去到年半的高位 已經去到2420點 收市 今天來講 繼續去衝高 現在都已經去到2435點 都見到今天 升了15點上來 好像還有得升 似乎都沒有比 剛才所說 一些內地的製造業 PMI的數據所影響 暫時來說 會不會又好像 跟隨港股那樣 累積升幅有這麼多 有調整的壓力在這裡 始終內地的股貨市場 你都可以說 大家的文化 就有些不同 反而氣氛就很重要 因為始終內地的投資者 都是以一些省會的投資者為主 所以氣氛如果是比較理想的話 都可以說 帶動過大市 在之後的時間 依然會有可能 比較上是不錯的表現 事實上 如果你看回A股市場 基本上都是連續六個月上升 都反映了 如果是內地方面 走勢方面 都可以說是相當強勢 亦都有成交的配合 所以你可以說 內地股市 假設在之後的時間 成交兩方面 依然有過千億 如果這樣 上心論地加起來 全日來計 入均的成交 都有大概四千億以上 我相信後市 未至於看得太淡 雖然剛剛提及到 好像出來的數據 都不太理想 我自己都預期 你說內地方面 有沒有推出一些 很大規模的 叫自己經濟的措施 我都覺得有機會是不大的 因為你見回現在 新的管理議層 他們本身都可能 對於那個經濟 那個叫做 那個叫做 叫做增速 放慢一點的程度 那個忍受的程度 都是比較高的 所以我都不預期 他們會有些大規模的措施 會出台 但是小規模的 特別是針對各地的行業措施 我覺得是會有的 所以初步看 對於內地股票市場的走勢 對於11月的走勢來看 正確來說 我也樂觀 謝謝 Stanley跟我們分析 港股和內地市的情況 最後就看看 港股方面 主要藍銹股的表現 匯控跌一毫半指 中移動跌兩毫 建行跌四仙 公行跌三仙 中行無聲跌補三個七毫一 至於港交所 跌一毫 補171.82 國壽跌一毫 友邦保險升兩毫半指 騰訊升一毫 金沙中國跌一毫 常實升五毫 新同基地產升一毫 九倉跌超過百分之一 而中海外和華潤置地都升上百分之二 至於中海又跌兩仙 中石油跌超過百分之一 中石化跌四仙 昆仑能源跌超過百分之一 中國神華跌近百分之二 好 最後看看恒指方面 下午來說 現在跌50點 報23947點 暫時先跟進到這裡 稍後回來 繼續有直播環節 家庭觀眾不要走開 稍後再談